各位同学早安 欢迎回到今天的直播 今天我们要来总结样本空间与事件 以及进到下一个主题 几率 还没有用军医平台同学 可以考虑加入这个班级代码 NWTNK 这样就可以得到我们所有的课程影片 我们来开始今天的直播通整 今天我们要谈的主题 是样本空间与事件 在这个主题当中 首先是同学们必须要去认识 很多的专有名词 那在这边老师把它列出来了 那除了认识这些专有名词之外呢 就是同学还要学会 你要拿到一个试验 你要根据它的特点 列出它所对应的这个样本空间 那还有另外一件事情 就是上面的这些名词啊 你不能只是生硬的把它定义记下来 老师非常鼓励里 用这个生活中的实力 来去明白上面的这些名词 然后并且可以用它作为一个解释 那我们来看看今天我们要讲的题目吧 假设呢 我们可以用剪刀石头布这个游戏 它出拳的这个手指数来表示 它的样本空间 那我们就可以得到就是出石头就是0 然后出剪刀就是2 然后出布就是5 所以我的样本空间是025 那我们来问一下下列这些叙述哪些是正确的 A选项 它说S中共可以形成三个事件 B选项 它说S中共可以形成八个事件 然后C选项 它说这个符号叫空集合 它代表的是一个事件 那主选项 它说S它本身就表示成一个事件 好 所以在这边呢 我们需要认识几个东西 就是我们知道样本空间是长这个样子 那到底什么是事件呢 其实你看着那个样本空间 它基本上就是一个集合 所以我们在说事件的时候 我们说事件其实就是样本空间的子集 所以在这个样本空间里面呢 有025三个元素 那我们要从里面去找子集 你要怎么找 OK 所以在这边我们先慢慢来 我们慢慢做 怎样慢慢做呢 我要把它的子集全部列出来 那在列东西的时候呢 就是一定要记得 我们要非常有这个系统性的把它列出来 所以这边老师列的方法是 第一个子集 我希望它是里面元素最少的一个子集 因为它元素总共就是025三个 所以最少的是它可以是0个 所以我列出来的第一个子集 就会叫A1 A1它基本上就长这个样子 它是大括号 里面没有元素 它又有一个另外一个名称 它叫空集合 所以这是我找出来的第一个子集 好 那第二个子集呢 就是一个元素的时候 我就找它是0 那一个元素不只可以是0 也可以是2 也可以是5 所以在这个一个元素的时候 我就列出了三个子集 分别是A2 A3跟A4 好 那也可以是两个元素 所以025里面挑两个 所以可以是01 也可以是02 那也可以是25 所以我也列出了三个 分别是A5 A6跟A7 那我们继续往上 就是三个元素的时候 那我知道三个元素 基本上它就会是什么 它就会是S 这个集合本身了 OK 所以我全部列出来了 从A1一直列到A8 总共列出来了 这个八个 这个它的子集 那这八个子集 我们就称它叫做八个事件 那同学们如果这个 对我在列的过程 就是很有系统性 有感觉的话 你就会知道 这个八其实可以写作 另外一个方式 它叫二的三次方 这是排列组合 告诉我们的事情 也就是说 你的子集要怎样去找呢 你要找全部子集 有一个方法 就是你对着第一个元素0 问说你到底要它 还是不要它 所以你有两种选择 那对第二个元素2 你也可以选择 要或不要两种选择 以及第三个元素5 要或不要两种选择 所以二乘二乘二 就会得到 这总共有八个事件 好 所以在这样子的过程当中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 A选项 就是可以形成三个事件 事实上可以形成八个 所以我们说 A选项是错的 那B选项八个事件 所以B是正确的 那C跟Z你可以看到 就是空集合跟样本空间 本身也是属于 样本空间的子集 所以在这边 就是C跟Z也是对的 所以这题的答案是 B、C、Z 好 那我们稍微停一下 来讲一下 这个一些事情 因为很多同学 可能会在这边 有个疑惑 他说老师 我出剪刀石头布的时候 我不就是一次 只能出一个拳吗 所以比如说老师出了剪刀 那我不是对应到的是2吗 就是A3的那一个子集 那为什么我可以写说 什么A6 有0又有2 我又不可能出拳的时候 又有0又有2 所以同学这边要稍微 厘清一下 就是这个 你出的结果 跟你在列子集的时候 这是不一样的概念 我们的结果只有三个 但是我们要去列 它的这个事件的时候 我们可以列出八个 那这时候你要怎么去理解 比如说这个 A7它叫做二五 也就是剪刀跟布 这一个事件呢 也就是说今天只要有一个人 他出拳的时候呢 他出了剪刀 或者是他出了布 我们都会说这个事件有发生 OK 所以他跟这个 你出的拳头是什么 他是这个有关联的 那他并不是说 你这个一次出两拳 并不是 而是他想观察的这个结果 比如说二跟五 我们可以怎么说 我们可以说 而他的手指有出出来 所以我们这时候 就会说 当你出了剪刀 或者是布 我们就会说 A7这个事件是有发生的 所以在这边 做一下明词的解释 好 下一个活动呢 我们要进到 直播引导的部分 我们接下来 下一个单元是几率 那在几率这边呢 同学要特别注意 我们这一节要学的几率 并不是靠直觉的那个几率 数学呢 是一个共同的语言 所以我们要学这个几率 是有共同规范的 那个规范其实就是古典几率 所以你在看那个影片的时候 你要特别注意 这个古典几率是什么 因为古典几率 它里面有一个 很特别的这个假设 就是他说 他的每一个样本点 出现机会均等 所以第二个 我们要注意的事情就是 你要能够符合 古典几率的假设呢 所以你要先去检视 你现在列出来的 样本空间元素形态 是不是有符合 这个古典几率的假设 如果没有的话呢 我们就要适时的去修正样本空间 好 那最后就是希望同学们可以用这个 比较生活上的例子去理解几率的性质 然后他可以拿来帮助你做运算的操作 那也可以用来沟通跟推理 好那就请同学要这个看我们的线上课程 这个礼拜呢 有五支影片 有点多 但是每支都没有很长 请同学安排时间 好好的把它看完 那看完之后 要记得去看课本的这个习题 或者是范例 有问题要记得主动的提出来 那我们就下次直播统整见咯 好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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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